各位学员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冬奥2022公司战略与风险管理基础版的课程 我是主讲老师迪哥 前面我们讲了企业它国际化经营的动因 当我明确了我为什么要国际化经营之后 下一步我要思考的问题就是 我进行国际化经营 我要采用什么样的方式呢 那么这块知识点呢 我们可以看到总体上给出来了是两颗型 但事实上我觉得两颗星都有点高呼它 给个一星半就差不多了 那么这块内容呢 有可能考察我们选择题 但是考察的频率不高 还有那么一丁点的可能性呢 会考察大家主观题 哪些地方会考察主观题呢 我们后面呢会给大家去讲的 好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先来看一下 国际化经营它到底有哪些主要方式 应该说是有三大类 第一呢 就是我们最常听到的出口贸易 我一个企业 我生产这么多产品 在国内市场上 是吧 有可能消不掉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就可以把我这个产品啊 给它出口到国外去 就像我们调研过一家企业 那么这家企业叫泰普森 那么这家企专门是做这种户外的 一些运动装备的 比方说帐篷啊 等等这些东西 对不对 我爬上的时候我需要 那么国内这个需求量呢 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大 那么我就会把它卖给这个欧洲啊 美洲啊等等这些顾客 对不对 那么就是出口贸易 那么出口贸易 那么大家想一想 首先你要想一想 这个目标市场应该如何去选择 我到底卖给谁 那么知道欧美是比较喜欢旅游的 所以刚才我们说的这种户外装备 那么它就主要是卖给这些欧美的国家 所以这个目标市场选择 你要是考虑清楚 对吧 那么目标市场选择好了 你怎么样把这些产品给到对方呢 那么就牵扯到第二个问题 就是选择分销渠道和出口营销 好 那么还有一块很重要 就是你卖一个什么样的价钱 对吧 那么就牵扯到了出口贸易的定价 而我们看到这个目标市场选择 以及选择分销渠道 还有出口贸易的定价 大家有没有一点感觉 就是觉得似曾相似 对吧 确实是适从相识 因为前面市场营销战略里边 这块内容 它实际上是涉及到的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我们在学习国际化经营的时候 它确实和我们前面的职能战略啊 和我们的总体战略啊 等等这些内容 它都是有一定的关联性的 对吧 好 那么这是一种形式啊 出口贸易 出口贸易 我们说这个企业啊 它实际上还是在国内经营 对吧 主要是我们的产品卖到国外去 那么有没有可能有更加 直接的这么一种经营方式呢 当然有 那么这就牵扯到后面的 叫做对外直接投资 而你贸易的话 你在国内经营就感觉那个市场离你还挺遥远的 对吧 那我们可以考虑怎么样 到对方的国家去开设企业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有两种不同的形式 一个是全资子公司 我到对方那边成立一家全资子公司 或者是我和对方进行合资经营 我出一份钱你也出一份钱 那么显然我们说 你采用对外直接投资这种方式 你对于这些企业的控制力 对于国外市场的感知力 它就会比这个出口贸易啊 那要强很多 对吧 我可以直接的去调研欧美的这些顾客 他到底是喜欢什么样的产品 什么样的户外双倍 能够满足他们的那些诉求 对吧 那么是对外直接投资的两种形式 那有没有介于二者之间的呢 当然有 那么就是第三类啊 叫做非股权形式 那么它这里边呢 有很多具体的形式 比方说合约制造 服务外包 订单农业等等这些 我们以一个为例来给大家进行解释 订单农业 什么叫订单农业呢 你比方说像星巴克 那它是这个需要大量的咖啡的 对吧 那么这个咖啡豆来自于哪里呢 我们说你要保证星巴克这个咖啡 它要足够的香甜 这个味道要好 那么这个咖啡豆呢 那肯定是要精选一些咖啡豆 如果只是找现成的这个供应商的话 那么有可能挑不到你星巴克需要的那些咖啡豆 那怎么办 那它就可以和我们比方说咱们中国云南的农民 我们签订一个订单协议 我从你这儿采购咖啡豆 但是我对你是有要求的 你在种咖啡的时候 那么这些咖啡的种子 你要按照我的这个品种啊 来去进行这个采购以及进行这个种植 而且种植过程中 你要遵循什么样的规范 我也都给你说的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的 也就说我这个订单并不只是下一个订单 而是我这个订单 它实际上是包含了一系列的附加要求的 那么这样你生产出来这个咖啡豆 就能够满足我星巴克的这个需求了 对吧 它和出口贸易相比 显然我们可以看到 它对于这个订单的控制力是更强一些的 对吧 但它又和对外直接投资呢 相比呢 它就控制力要弱一些 如果你要是采用类似于对外直接投资的这种方式的话 那么你星巴克应该是自己是吧 找人啊 专门的去种这个咖啡豆 你要你要星巴克自己的员工 但这样呢 显然我们说这个成本太高了 对吧 那么它还是去找这些农民啊 来去种这个成本呢 相对而言更低一点 只要我这个订单 给它订的足够细 对吧 那么你生产出来这个咖啡豆 实际上它的质量也是非常好 那所以我们说它是介于二者之间的这么一种形式啊 就像我们下边这张这个横轴它所展示的一样 对吧 我按照控制力从弱到强是有那么三大类的形式的啊 三大类形式的 那么这个飞骨圈形式从名字上来看不太好理解啊 所以呢 大家要格外的去关注啊 结合我刚才的这个讲解啊 对订单能源的讲解 你就知道这个非股权形式到底是啥意思 就是说我和你签订的这个订单这个合同 这里边是不涉及股权的 对吧 但是对外直接投资 尤其是你像合资经营这一块 它是涉及到股权的配置的啊 所以它才叫非股权形式 我们这还有一个观点 大家要知道这个非股权形式 它是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之间的一个什么中间道路啊 中间道路啊 它的控制力也是介于二者之间的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具体的看每一块内容了 首先来看一下出口贸易 那么出口贸易呢 我们要知道 它是企业国际化经营相对比较简单 比较普遍的这么一种方式 那么这个观点大家要了解 一个简单 另外一个普遍啊 它有可能会出成选择题的提项来考察大家 那么出口这块 我们可以看到分成三部分内容 一个就是目标市场的选择 选择好目标市场 接下来就是选择分销渠道和出口营销 那么你最后呢 就要去考虑一下 我把这个产品卖给对方 我的定价怎么样去考虑 这就牵涉到第三块内容 好下面呢 我们先看第一点 就是目标市场的选择 大家看这个标题 是不是觉得很亲切 马上就联想到 我们前边这个市场营销战略 这块内容了 对吧 所以我们讲 企业国际化经营 整个大的部分 它和我们前边的总体战略 业务单位战略 以及职能战略呢 它是不分家的 那我是在国际化的背景下 来探讨这三个类型的战略 所以还有很多内容 你也能看到 它和前面的 我们所学的内容的关系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块 那么目标市场的选择 我们教材从两个大的部分 进行了介绍 一个是目标市场的区域路径 另外呢 就是选择目标客户 我先把这个大的方向 这个路径找到 然后再确定 我的客户到底是谁 好 先来看上面这个大的部分 这个区域路径 区域路径呢 又分成两种不同的大的类型 一种呢 是传统方式 又称之为叫做连续方式 好 既然你有连续方式 那么就会有什么 不连续方式 不连续方式呢 又称之为叫做新型方式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连续方式 就是这个传统方式 传统方式 他又按照产品的类别 那又分成了两大类 一类是高新技术产品 一类是初级的产品 以及低端产品 那么高新技术产品呢 我们说又分成了两个小的路径 那么假如这个高新技术产品 它是发达国家搞出来了 比方说像美国 我率先搞出了一款性能非常好的高端数控机床 那它会不会发善心 一下子就给发展中国家用 不会的 是不是 它是先给谁用 先给类似发达国家用 比方说像德国 像英国 这样的国家 等他们也用的差不多了 是吧 这个下一代的数控机床可能都出来了 这个时候它才有可能把这个产品给发展中国家用 是这么一个情况 好 那么反过来 如果这个高新技术产品是发展中国家 它先搞出来的呢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产品有可能先给类似发展中国家用 然后再到发达国家 你比方说咱们国家就是发展中国家 是吧 我们搞出来的 像这个华为搞出来的一些承控交换机 是吧 一些基站等等这些东西 我们国家用好了之后 好 那么有可能我会给这个一些中亚的国家来去用 或者说东南亚的国家来去用 是吧 类似发展中国家 然后再给发达国家用 是这么个情况 好 那么除了高新技术产品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初级产品 以及低端产品 那么像这类产品呢 我们说它就是从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 对吧 一些发展中国家 我有很多的自然资源 或者说我有一些农产品 那么这个时候可能一些发展中国家 它不具备相关的一些加工能力 我不会深加工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就把这些产品呢 我给发达国家 让发达国家进行进一步的深加工 它是这么个意思 好 那么看完了传统方式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新型方式 新型方式又称之为不连续方式 那么这儿 它主要探讨的是高新技术产品 它的一个区域路径 那么高新技术产品 现在如果采用不连续方式 它并不是说像前面 我得从发达国家 到类似发达国家 到发展的国家 不是这个意思 无论是你发达国家 还是发展中国家 你搞出来的产品 它往往是怎么样 直接的就先给发达国家用 那为什么呢 因为发达国家 它有最大的市场 我先把这个市场啊 给它占领 尤其是美国 他们这种市场呢 消费力是非常强的 那么然后 我再到发展中国家 但事实上呢 我们说 时间不像前面这种 传统的这种方式 时间那么长 很多时候这些产品 它都是全球 同时发布的 你比方说像 我们经常看到的 这个苹果的智能手机 对吧 实际上时间间隔 是非常短的 确实是发达国家 美国 我先用 对吧 但是很快的 这些发展中国家 也都能用得上了 对吧 那么这就是我们所谓的 这个目标市场的 区域路径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来看一下这个 选择目标客户 那么这儿呢 有一些小的观点 大家需要去了解 首先第一个 它说了 目标客户选择的基础 是什么呢 市场细分 市场细分 我们前边 在这个市场营销战略里边 已经讲得非常细了 那么这儿呢 我们教材也没有展开去讲 我们只是看一下 会做选择体就可以了 那么这儿他讲到了说 各国之间的细分市场 通常在数量 大小和特点上 存在着差别 这也很好理解 大家想想 如果是新加坡 这样的国家 你对它进行这个市场细分的话 那么显然 它的这个 细分出来的这个市场的数量 和大小 和我们国家 是吧 你进行这个市场细分 那 它分出来这种数量和大小 那么显然是不可比的 对吧 而像新加坡 你打一发炮弹 甚至是 说不定能打出国境去 对吧 你能分出多少的 这个细分市场 是吧 即便是能分出来 这个大小 往往它的规模 也是非常小 而在我们中国 你分一个所谓的 小的细分市场 有个几百万人 也是很正常 对吧 所以他这讲的 各国之间的 这种细分市场 它是存在着 非常大的一个差别 第二 他讲到 对于工业机械 和原材料 那么影响细分市场 规模和重要性的因素 是什么呢 工资 科技水平 分散性 工业产品的结构 等等这些 而你比方说 像高科技 高度自动化 和非专用性的机器 那么主要 谁会使用呢 你像北欧啊 像日本啊 加拿大啊 等等这些 那么我会去买 这样的一些产品 而像一些标准化的 进行大规模生产的 这样的机器 往往是一些 新兴市场国家 它这个工业化 对吧 我需要大规模生产 需要这样的一些机器设备 而一些 过时的啊 一些机器设备 那往往啊 可能是卖给啊 非洲啊 是吧 一些不是那么发达的啊 一些这种发展的国家啊 来来进行使用 对吧 它确实是有一些差异的 好 那么关于这块呢 我们了解到这个程度就可以了 那么整体这部分内容 从考试的角度来说 并不是特别的重要 即便是考选择题 它出题的可能性呢 是非常非常低的啊 所以这些内容 大家了解到 我刚才讲的那个程度 我个人觉得就足够应对 我们的考试了 好 那么关于这个部分呢 我们就介绍这么多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第二块内容啊 就是选择分销渠道和出口营销 那么这个部分呢 有一些观点性的东西 大家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有一丁点的可能性 会考察我们选择题 我们来看一下 他说对外出口分销渠道 有四大重要特征 哪四大呢 第一个国际分销渠道 比国内分销渠道 它更加复杂 也涉及更多的中间环节 那当然了 是不是啊 你把产品卖到国外去 你国内就有可能会增加一道环节 甚至是两三道环节 对吧 我要找国内的代理商啊 那帮我把它卖到国外去 国外也要再去找代理商 对吧 那么显然我们说 这个分销渠道会更复杂 你国内的话 甚至你直接自己搞个销售公司 就可以去卖了 但是你销售到国外去 往往要是好几层的这个代理商去做 啊 涉及到中间环节也比较复杂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国际分销渠道的成本 通常是比国内分销渠道的这个成本 是要高的 这也很好理解 你层次多了吗 大家每一层次都要卡一道游 那么当然这个成本是比较高的 第三 出口商有时必须通过 与国内市场不同的分销渠道 向海外市场进行销售啊 这个不再多去解释啊 比较好理解 最后一个 国际分销渠道通常为公司提供海外的市场信息 包括产品在市场的销售情况 激起原因 这点很重要 我为什么要这个国际分销渠道 是因为他是我的触角 或者说他是我的感受器 能够感受到海外市场 他们到底需要什么 你比方说像海尔 他在美国的一款冰箱销售的特别好 他就想去问 为什么我这款冰箱销售的情况特别好呢 发现买这款冰箱的人 主要是一些大学生 他这个冰箱高低正合适 所以这些大学生买回来之后呢 我不但可以 冷冻冷藏一些东西 我还可以把这个冰箱当成客桌用 那么海尔了解到这个信息之后呢 他对于刚才我们说这个冰箱 进一步的进行了改造 改造成了客桌冰箱 我上面加一些木板 那么你可以把这个木板打开以后 整个的这个客桌的面积更大 更舒服 平时不用的时候 可以把这些木板给他折叠起来 对吧 那么这样呢 就更加受啊 这个美国大学生的这个喜欢 对吧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他提供一些海外市场信息啊 是有助于你去研发新产品 或者是开拓新市场 好 那么关于这块呢 我们掌握到这个程度 可以了 接下来看一下出口贸易的定价 那么定价这块呢 牵扯到几种定价策略啊 我们来了解一下 包括他里边的一些观点 那么这块呢 也是有一丁点的可能性 会出选择题来考察我们啊 他可能描述了一下 然后问他采用的是哪种出口贸易定价策略啊 当然我个人认为可能性比较小 因为这块内容呢 这几种定价策略都很好理解啊 首先第一个就是定价偏高 为什么我会定价偏高呢 当然是想获得大于国内市场的收益了 对吧 那么这种定价策略 他主要是考虑到海外市场比国内市场的风险 他是要大一些的 而且通常会产生一些隐含的成本 那么这些成本呢 他不会被标准的会计制度确认 按照这种观点 我们说 海外市场的价格和收益 应该要比国内市场要高一点 否则的话你为什么要出口 对不对 风险那么大还赚不到钱 何必呢 正是因为他考虑到的这种风险和潜在的成本 所以我定价要定的 要比国内的产品要稍微的高一些 对吧 这也有他的道理 第二种定价策略呢 就是制定海外市场与国内市场收益水平接近的价格 那么采用这种策略 他认为海外市场和国内市场这个差别很小 有经验的出口商通常会使用这种策略 当然也有一些新手和缺乏经验的出口商 采用这种策略 原因是他根本不知道国内市场和海外市场到底有什么差别 觉得反正都是卖东西嘛 是吧 定价差不多就可以了 那么他们对海外市场态度是什么 只要有订单 我们就发货 你像我们知道浙江省 它就是一种外向型经济 其实很多的中小型企业 就是抱着这种态度 就是只要有订单 我们就发货 然后发货多少钱呢 那差不多就行了 对不对 和国内的价格好像这个差异也并不是特别的大 那这是这种定价策略啊 它的一个基本情况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三种定价策略啊 叫短期内定价较低的这么一种策略 你定价低 往往会导致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啊 就是你的收益偏低 甚至是亏损 但问题是 很多的企业 它对于这种亏损 它是在所不惜的 为什么 亏了我也在所不惜 那肯定是为了什么 更大的利益 所以这种策略呢 它把海外市场看成是有发展前途的市场 所以我宁愿短期内我亏损 我也要把这个市场份额给它抢到手 后面这个市场站住了 规模起来了 就会有规模经济效应 所以我赚钱的时间在后面了 对吧 放长线钓大鱼 事实上我们说可口可乐公司到我们中国来的时候 它采用的就是这么一种策略 早期的时候可口可乐在我们中国 它是亏本的 但为什么我不提价 一提价没人喝我可口可乐了 是不是 我要先培养起中国人的喝可口可乐的习惯 你都愿意喝了 到后面我规模大起来之后 自然我的成本刷刷的往下降 我就能够赚大钱 确实也获得了成功 对吧 当然我们也要知道这种增加策略呢 它实际上是有一些问题 他说讲到了容易使得公司面临当地金融对手的反倾销行动 你成本太低的话 那么对方会说你这个是在对我们这个市场倾销啊 对吧 那么有可能你要支付反倾销的关税 我们国内的一些企业跑到国外销售产品的时候 往往我们会采用短期内定价较低的这么一种策略 然后对方就说你是倾销 对吧 你倾销嘛 我们就反倾销 然后我们有可能就会要支付大量的这种反倾销的关税 所以这种策略呢 有它的风险 好 最后一个叫做过剩产能倾销定价 它的意思是说只要在消除变动成本之后还能够增加利润 那么我就按照能够把超过国内市场需求量这个产品啊 销售出去的价格进行定价 反正我这个产能是过剩的 有一点点钱赚我也要把它赚出去 即便是这个价格定的是比较低的 只要不亏就可以 是吧 那么这种策略呢 它是把海外市场看成是解决过剩生产能力的一个倾销场所 当然我们要知道 尽管这种方法可能在短期内为公司带来利润 但是这种公司我们说不能算作是真正的出口市场的开拓者 你只是解决你的过剩产的问题 对吧 你并没有一个长眼的眼光 说我想真正的把这个出口市场啊 给它局面打开 对吧 没有这样的高瞻远瞩 好 那么关于这些定价的策略呢 大家把这个内涵啊给它理解清楚了 会做有案例背景的选择题就可以了 好 那么关于这块我们就说得多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种情况叫对外直接投资 那么对外直接投资它指的是什么呢 它是将管理 技术 营销 资金等等这些资源 以自己控制企业的形式 转移到目标国家或地区 以便能够在目标市场更充分的发挥进行优势 那你比方说像我们国家的万象集团的原来的老总 鲁冠球 鲁老爷子 那人就是这个样子 我是做什么的 我是做汽车零部件 但是我们自己去做这个汽车零部件 那毕竟你要想供国外市场还是挺困难的 对吧 你想把你的汽车零部件出口到国外去 那他有可能会遇到一些贸易壁垒 那怎么办 好 为了避开这个贸易壁垒 干脆我就把这个厂子开到国外去 我去在国外新设一家工厂 或者是直接收购那些国家的这些工厂 对吧 那么这都属于我们这讲的叫对外直接投资 好 那么对外直接投资 它有什么好处 有什么问题吗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和刚才的这个出口啊 做一个对比 那么这个优缺点呢 我个人认为出主关题的可能性是非常非常低的 如果大家后边有余力 可以稍微的去记忆一下 现在如果你要是觉得 要记的东西已经太多了 那么这块呢 可以先不记 我们光了解会做多项选择题就够了 好 首先第一个优点它缩短了生产和销售的距离 减少了运输成本 这个很好理解 对吧 你原来你要出口 那这个运输成本有可能是比较高的 对吧 尤其是对于那些这个价值比较小啊 但是呢 体积比较大的 这样的产品啊 有可能你这个运输成本很高 但是我直接对外投资了 在对方的那个地盘上去设厂了 那么当然 它的运输成本就大幅的降下来了 对不对 原来可能要远涉重洋 上万公里 那么现在呢 说不定就几十公里 甚至更短的路程 我就可以把它卖到这个市场上去了 第二个 能够及时获得当地市场的信息和产品的信息反馈 从而可以根据市场的需求来调整生产 你原来出口 你也可以获得一些信息 但毕竟我们说这个信息远 对吧 远就有可能不及时 或者说是不完全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去根据市场需求调整生产的时候 就觉得别别扭扭的啊 或者反应速度慢等等各种各样的问题 但是对外直接投资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第三 说能够使企业规避东道国政府的各种贸易和非贸易壁垒 有时还能享受东道国提供的某种优惠 这个确实是个样 是不是 很多国外的企业跑到咱们中国来去设厂 除了可以避开贸易壁垒之外 我们国家有的时候还会提供一些贸易优惠 一事一役嘛 对不对 给你一些优惠政策 第四 可以利用当地廉价的劳动力 原材料 能源等生产要素 降低制造成本 像咱们国家 像海信啊 海尔这样的企业 对吧 在中国进行生产 有的时候啊 这个劳动力成本确实已经是比较高了 那么我们可以到缅甸越南等等这些国家来去生产 那么这样呢 我的制造成本可以进步的下降 啊 这是它的优点 当然我们说对外职业投资 它也有它的缺点 啊 缺点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对外职业投资需要大量的资金 管理和其他资源的投入 那么这就意味着什么 风险更大 而且灵活性比较差 对吧 你想想 你那么多的资金 啊 那么多的各种资源都投进去了 如果打了水漂怎么办呢 毕竟那个地方有可能 是吧 它的政策啊 是吧 哎 政治的这种稳定性啊 等等等等 都可能会发生变化 说不定 你就却为无关了 啊 那确实是有这样的这个风险 对吧 那么出口嘛 那边出了问题 你大不了不出口 是吧 它这个损失呢 要小很多 好 那么这些优点呢 我们这儿梳理了一个记忆技巧啊 万一套是出多项选择题 是吧 那么这个记忆技巧 我们记住了 你不会漏像 那我们来看 我们这儿说距离会产生信息壁垒 啊 就像两个人分居两地 夫妻俩 对不对 那么会产生这种信息壁垒 那么信息壁垒 会影响感情 是影响感情稳固的要素 确实啊 你老想着知道对方在干嘛 对方也想知道你干嘛 你在干嘛 对吧 这个就有可能会出现这种猜忌 那么这个猜忌呢 确实它是影响感情稳固的一些要素 对吧 那么这样呢 我们就把这个距离啊 信息啊 壁垒啊 和要素啊 都给它 概括到我们这句话里面 那么这样子的四条呢 我们也能够记忆的比较清楚了 是吧 好 那么关于这块我们就说那么多 我们前面说到了 对外直接投资啊 它有两种不同的形式 一个是全资子公司 另外一个呢 是合资企业 那么对于这两块呢 我们也要来看一下 另外就是全资子公司和合资企业这块呢 有那么一丁丁点的可能性会出主关题来考察我们啊 那么大家要去关注啊 这块内容 好 首先来看一下全资子公司 它指的是企业由母公司拥有子公司的全部股权和经营权 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 企业在国外市场上 它是单独控制着一个企业的生产和营销的 那么全资子公司 它的好处也很明显 可以使得企业拥有百分之百的控制权 那么所有的利润呢 都归你自己所有 你比方说像Oracle 甲骨文公司 一个非常有名的软件公司 那么它就在1991年在北京成立了 它在我们中国的全资子公司 你想软件公司 它里边牵扯到知识产权嘛 对不对 那么牵扯到知识产权 我们说它就比较担心 这个知识产权出现一些争议啊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问题 所以它会采用这种全资子公司的这样的形式 好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优点 第一 它讲到了 管理者可以完全的控制 子公司在目标市场上的日常经营活动 并且确保有价值的技术工艺和其他的无形资产 它主要强调是无形资产 对吧 都保留在自公司里 完全控制的方式还可以减少其他竞争者获取公司竞争优势的机会 在公司以技术作为其主要竞争优势的情况下 那么这一点呢 显得特别的重要 此外 管理者对子公司的产出和价格也保持了完全的控制 那么子公司它所创造的所有利润也必须上交部公司 你看这般这么长 实际上你概括成两个字就是控制 对吧 全子公司我可以实现对这个子公司的完全控制 那么这样无论是技术 还是工艺等等这些无形资产 强调无形资产都给我所赢 你竟然对时候想模仿我 想拿到我这些技术都是非常困难 此外就是利润 我都可以上交给某公司 是第一点他所想表达的 所以你没有必要把它背过 这个意思理解了就可以 好 第二他说 可以避免合资经营各方在利益目标方面的冲突问题 从而使得国外子公司的经营战略 与企业的总体战略可以融为一体 因此拥有对全子公司的完全控制 对追求全球战略的公司管理者来说更具信力 全球战略我们还没有讲到 但是我们先可以了解一下这个全球战略 它的要点是什么 全球战略很核心的一点就是 我要实施这个战略 我要调配全球的资源 让这些资源协同来创造更多的收益 但是你想想 如果不是全子子公司 也就是说我没有办法完全控制这个子公司的话 我想让我在全球的各个企业之间的资源 想要充分的调配 我想拿什么就拿什么 我想怎么弄就怎么弄 这是很难做到的 对吧 但是呢全子子公司就可以 所以说我们说这个全子子公司是很多的实施 全球战略公司它愿意采用 另外刚才我们说到了 它可以避免冲突 如果是合资企业 这个企业里边有两家或者三家 或者更多家的股东 那大家在利益和目标上肯定是不一致 对吧 你为你的利益 我为我的利益 会产生内耗 而且不利于你全球战略的一个开展 对吧 这是它的问题 所以第二点 大家抓住两个词就可以了 一个是冲突 另外一个是全球战略 好 那么前面这些内容 我们也是总结了一个小的技艺技巧 我们说了这块内容呢 是有那么一定点可能会出主观题考察大家 全球战略要控制冲突 这个也有道理 对吧 大家学到全球战略 你就知道了 我们前面讲的全球战略 它要协调大家的这个资源 那既然我要协调资源 当然大家要借往一处是不能有冲突了 所以说全球战略要控制冲突 那么这样呢 也把我们前面的优点啊 都给他这个关键词都给他梳理清楚了 是吧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来看一下全资子公司 它的缺点 一共是两大缺陷 第一大缺陷就是这种方式可能耗费大量的资金 全资子公司呢 所有的这个投资都是你自己来搞的 当然要耗费大量资金 所以公司必须在内部集资 或者在金融市场上融资 以获得这个资金 那往往是什么样的企业搞全资公司啊 财大气粗的企业 对吧 这是第一个资金问题 第二个 由于没有东道国企业的合作与参与 全资子公司难以得到当地政府的政策 与各种经营资源的支持 那么规避政治风险的能力呢 也会明显小于合资经营企业 而你想想合资经营企业啊 像上海通用 那么他就是通用汽车和我们的这个上汽集团 合资的这样的企业 那肯定 你会受到上海市政府一些政策的支持嘛 对吧 因为上汽集团和上海市政府关系比较好嘛 但是如果你是一家独资企业 那对不起 这种支持呢 就会大打折扣 对吧 这是两大缺陷 那么这两大缺陷呢 我们这也总结了个技巧 叫做资金支持 好 那么关于这块呢 我们就说了 前面我们介绍了全资子公司 那么接下来呢 来看另外一种形式 就是合资经营 它是指投资国和东道国的双方企业 依据协议按一定的比例股份进行出资 共同组成一家具有法人地位 在经济上独立核算 在业务上独立经营的这样的企业 就像我们前面说的 你通用汽车 作为这个投资国 美国的企业 对吧 和东道国 咱们国家的上汽集团 那么就可以签订协议 大家共同出资 来形成这么一家独立经营的 上海通用汽车 对吧 可以成立这么一家企业 那么合资金有什么好处吗 大家看这个矩阵你就理解了 学生说 怎么看这个矩阵特别熟悉啊 那当然了 是不是啊 我们前面讲的安索夫矩阵 密集型战略 实际上 两个维度和这边的两个维度是一样的 对吧 这再次印证了我们前面的观点 就是 企业的国际化经营战略 它并不是独立于我们前边的 这个总体战略 业务单位战略和智能战略的 它实际上就在国际化的背景下 我这些总体战略 业务单位战略 以及我的职能战略 它到底怎么样去运用 那么这儿呢 就是一个运用的一个例子 对吧 安索夫矩阵 他的纵轴考察了市场 我可以在现有市场上开展业务 也可以在新市场上开展业务 横轴呢 是产品为独 我可以卖现有的产品 也可以卖新的产品 对吧 那么 我进行合资经营 实际上在这几块呢 可能都会有一些建树 比方说 我在现有市场上卖现有的产品 那么通过合资经营 可以加强我的现有业务 大家想一想 通用汽车和上汽集团合资 形成的这个上海通用 那么他肯定会学会 这个 通用汽车的一些先进技术 那么这些先进技术 或多或少的 我都会输出到 上汽集团 他的这个 各个公司里面去 对吧 那么就使得我上汽集团 我原来的那些业务 他的这个产品质量啊 等等这些 那都会有所提升 会使得我们 本身这块业务的市场份额 说不定会大幅的增加 对吧 会加强现有的业务 当然也有可能会把 现有的产品打入到 国外市场里面 你比方说 像我们的海尔 我们跑到国外去 和另外一家企业啊 美国的某家企业 我们成立一个合资公司 那么这个时候 我就可以把我现有的产品 在国外进行生产 原来是有贸易壁垒 可能不让我这个通过这种出口的方式 对吧 来卖过去的 但是我现在这个合资公司 就可以生产这样的产品啊 那么就可以打入到国外市场去 对吧 反过来也是有可能的 就是我可以把国外的产品 投入到国内市场 说不定你通用汽车 你国外有什么好东西了 是吧 原来没办法啊 通过某些渠道到我们中国来卖 那么现在呢 我就可以把这个国外产品 投入到国内市场 在这个过程中 我也可以分得一杯羹 对吧 当然也有可能我们合资是为了经营一种新业务 有可能我上汽集团 我在新能源车这里边 我这个电池技术我非常不错 对吧 而你通用汽车 那么你的这个车辆控制系统你非常不错 那么我们俩合在一块 我们去开拓一个新能源车的一个新业务 对吧 那么这样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合资经营 它是在多方面 都对这个双方的一个企业 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好 那么关于这块呢 我们了解到这个程度就可以了 下面来看一下合资经营啊 它的优点和缺点 那么首先来看一下优点 优点之一 可以减少国际化经营的资本投入 就像刚才说的 通用汽车跑到中国来 你想开一个工厂 那么这个投资呢 可能是非常巨大的啊 比方说十个亿 但是我们合资经营 那么我可能我投六个亿 甚至五个亿就够了 对吧 这个投入减少 第二 有利于吸引和利用东道国合资方的资源 这合资方有可能 它的资源是非常强大的 比方说像上汽集团 我的这个渠道资源 是你通用汽车没法比的 对吧 你这么一合资 你就可以用我的渠道资源 你可以更多的把你的汽车卖出去 那这个是一个很有用的资源 第三个 就是有利于弥补 跨国经营经验不足的缺陷 你通用汽车跑到中国来经营 你是两眼一马黑 对吧 但是我上汽集团 我在中国已经混了多少年了 那么你把我的这些经验用一用 对于你掌握中国市场的情况呢 是非常有帮助的 对吧 这是优点 当然我们说他有缺点 最主要的缺点是什么呢 多方参与投资 协调成本可能比较大 而大家想的不一样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你 通用汽车你想往左走 可问题是上汽车他想往右走 那怎么办 这个协调成本可能会非常大 最后谈不拢 甚至是你这个合资企业都会有解散的风险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啊 协调成本为什么这么大 他这讲到了两点 第一个就是合资各方目标的差异 大家的目标是不一样的 对吧 第二个就是合资各方的文化差异 即便是目标一致 文化也有可能会有差异 对吧 就像两口子 大家都想把这个小日子给他过好 这目标是一样 但是你们的价值观 你们原来接受的这些文化的勋钞都有差异 所以在生活上会有各种各样的摩擦 对吧 那么这儿讲到了文化的差异啊 它不一定仅源于国籍的不同 啊 并不完全是由国籍导致的 还有其他的一些因素 那这个大家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不再展开去讲 好 那么这块呢我们说我们也总结了一个这个记忆技巧 就是如果要在一个领域啊 你想有所成就啊 比方说你弹钢琴这个领域你想有所成就 就要怎么样呢 就要投入资源积累经验 投入资源进行这个经验的积累 那么就把这优点的这几块呢 那我们给他总结好 好 那么关于这块我们就说这么多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种企业国际化经营的方式 那么就是非股权形势 我们前面也说了 非股权形势呢 它是介于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贸易之间的一个中间道路 那为什么会有这么一种形式 其实我们看这张图啊就非常的清晰了 企业他要进行国际化经营 他要打造他的核心竞争力 那么这个首要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 我们要知道 是在全球价值链中协调各项活动的这么一种能力 我在全球价值链里边 我把各项活动协调的越好 我这个企业获得的收益就会越大 我的核心能力就会越强 那么问题来了 你怎么样协调各项活动 我们前面谈了贸易可不可以协调 可以 对外直接投资可不可以协调 可以 但是他们都有他们的缺点 对吧 贸易的这种协调方式 是借助于市场的方式来进行协调 但是市场他也有失灵的时候呀 市场他相对而言还是比较松散 你很难进行一个比较强力的协调 比方说你想让这个供应商 他的产品质量更好 他就不愿意照你的方式来进行生产 对不对 如果是采用贸易的方式 你是没有办法对他进行非常强的一种控制 那这是贸易的问题 啊 那么有学员说那可以用对外直接投资啊 我把你收购了 或者说我和你合资经营 这总可以对你进行直接的控制了吧 是 这也是一种我们说协调活动的一种能力 但问题是对外直接投资 你把对方收购了 这需要大量的资源投入 即便是成立合资企业 也是需要双方进行协调 这要投入很多的精力 对不对 那资源也要投入 那有些企业他没有这么大的实力和资源 是吧 而且觉得太麻烦 协调成本太高 那怎么办 我们可以采用另外的一条道路 中间道路 就是我们讲的非股权形式 我既不靠市场的力量 就是这种贸易的力量 也不靠对外直接投资的这种力量 这种强化控制的这么一种力量 而是靠什么 通过合同协议 相对而言比较软 但是又有相当控制力的 这么一种方式 来调节跨国企业和东道国企业的一种 运作和行为 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这种订单农业 你这些农民 你必须得按照 人家星巴克他所约定的 那样的咖啡豆的种植方法 来去进行种植 那你如果不按照这个协议来去做的话 那么对方是可以和你打官司 对吧 让你赔很多钱的 所以他的约束力呢 又是比较强的 是比这个贸易的形式啊 他的约束力要强 但是投入呢 又没有对外直接投资那么大 所以他是一种非常好的一种形式 就像我们这看到的啊 我通过非股权形式 我是可以实现调节的 而且这种调节 可以对商业行为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比方说 我可以要求东道国的公司 投资设备 改变流程 采用新的程序 改善劳动体制 或者是使用指定的供应商 等等这些 你都可以在这个合同里边进行约定 而比方说像通用电器 他让你浙江省的某一家企业 生产产品 他可以采用合约制造这样的方式 我这个合约就要求你 你要用什么样的设备 你这个设备的精度 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甚至是你的生产流程 你都要为生产我这个产品而改变 否则的话 我不和你签这个合约 对吧 然后劳动条件 你也得按照我的来 我让你给工人 要有什么样的防护设施 你就得给 对吧 通风状况等等 照明的状况 我都可以要求你 你要不符合我这个要求的话 我验场不通过 直接不和你签这个合约 对吧 所以他这讲到了 会对你从商业行为 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好 那么具体我们说非股权形势 包含哪些 这个大家要了解一下 万一他要出选择题 你要知道 我们刚才已经解释了 合约制造和订单农业 除了这两者之外 还有像服务外包 特许经营 许可经营 以及管理合约等等 各种各样的合约关系 我们要知道 跨国公司通过这些关系 协调其在全球价链的活动 并影响东道国公司的管理 但是请注意 由于它是非股权形式 所以它并不拥有股权 我只是通过这些协议契约 来去影响你的这种行为 好 那么这样呢 我们就把这个非股权形式 给它介绍清楚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前面 我们所介绍的内容 过去五年考试的一个情况 大家可以看到 国际化经营的主要方式 曾经考过主管体 当然考的比较浅 我们说前面讲的 这三大类主要方式 你大概的有一个了解 这就足够了 那么接下来呢 就是国际化经营中 合资经营的优缺点 曾经考过主管体 但是很久远了 那么这些年都没有考过 所以我前面说了 这块绒呢 是有那么一丁点的可能性 会考到的 而且前面考的是合资经营 那么全子公司会不会考呢 当然有这种可能性啊 所以你要是复习被考的话 那么就不能只复习 合资经营 全子公司 它对应的优缺点呢 我们也要掌握 好 那么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道题目啊 一道多项选择题 这个比较简单 我们来看一下 它会怎么考我们啊 说在以下进入 国外市场的模式中 属于非股权安排形式的有 这很简单嘛 对不对 一个知识点的直接还原 我们说合约制造是 对吧 对外这些投资显然不是 特许经营是 对吧 然后服务外包时 所以这道题目呢 就选ACD这样的选项 像我们前面提到的 这些知识点 一般来说 它考的不会特别深的 大家按照我们前面的讲解 掌握清楚 我觉得足够应对我们这个考试了 好 那么关于这块理由呢 我们就介绍很多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